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结合委内瑞拉的局势来讲一讲街头革命的造势的方法 委内瑞拉的这场革命是典型的街头革命,也叫颜色革命 就是通过号召全民上街的方法来瓦解、瘫痪对方的统治秩序 同时用这种方法来集结新的政治阵营 新的政治阵营以强大的民意作为基础 跟对方争夺军队的支持 当军队站到人民一边支持新的政治阵营之后 旧政权在没有暴力作为后盾的情况下 它就自然的灰飞烟灭 这就是一条和平演变之路 街头革命之路 现在这个街头革命是对委内瑞拉的反对派是非常的有利 首先是他们有强大的民意基础 因为旧政权对这个国家的损害实在是太显而易见了 实在是太大了 本来委内瑞拉是一个中等富裕的国家 但是在几年之间就变成了次平的状态 人民非常的不满 第二个呢 是这个反对派呀 得到了国际上众多的民主国家的支持 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 为什么呢 因为委内瑞拉的旧政权是所谓的21世纪新社会主义的一个代表性的政权 前苏联集团他们所搞的那个社会主义垮台之后 那么全球的左派就希望出现一个新的代表性的国家 跟这个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的价值对着干的这种代表性的国家 那么他们就把希望寄托在委内瑞拉寄托在那个前总统查维斯 就他呢 很早就挂掉了 大概在2012年13年就挂掉了 现在呢 是他的这个接班人 这个马杜罗 那么他们就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委内瑞拉和这样的政权身上 那么这次 这次的颜色革命 就要让这个所有的这些左派的这些人物 让他们的希望落空 这也是西方这些传统的这些民主国家 他们的价值观的这个所在 他们都希望这次革命能够成功 所以他们支持很快的 就这个一起一致的支持现在的这个反对派的新的领袖瓜一多 国际局势和国内局势都对反对派有利 但是这些有利的形式 你要能够啊 有政治操作的技巧才能够把它运用的好 才能把它利用起来来达到我们的这个政治目标 现在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反对派啊 委内瑞拉的反对派在这方面表现呢 是非常的差劲 这个也情有可原 因为他们可能呢 这个南美洲的人呢 在做事情上面呢 是比较马虎啊 比较懒散的 所以这方面 这是还需要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 如果是他们呢 再给力一点 实际上这个马杜罗政权应当早就垮台了 因为经济危机啊 是2013年12年的时候啊 就已经开始了 到15年16年的时候 已经一塌糊涂 已经全面崩溃了 居然还让这个政权呢 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 这就是反对派 他的操作出了问题 他没有把民众集合起来 没有把这个民众的力量啊 发挥出来 没有集结成了真正的新的 一个统一的 强大的政治阵营 这是他们的问题所在 如果是这个颜色革命啊 这一套方法运用的好的话 那么这是一条啊 最迅速的最有效的转型之路 迅速到什么程度呢 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就是第一个呢 是韩国这个颜色革命 街头革命的例子 就是87年啊 韩国爆发了六月风暴 也六月革命 这个开始的时候是一月 六月十号 那么结束是六月二十九号 一共是十九天的时间 就把这个杀人如麻 残暴嗜血的 全斗焕的政权一举推翻 全斗焕呢 那可是这个军队的实力人物 当年80年的时候 就在七年之前 就曾经制造过光州血案 残杀了一大批 这个光州的这个民主派 进行民主抗议的人士的 但是韩国的民主派 就用颜色革命的方法 把他推翻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是2011年的 埃及茉莉花革命 一共是用了17天 就把一个军事强人 穆巴拉克 他曾经是埃及的 这个民族英雄 抗击以色列的 这个民族英雄 他的这个军队啊 全部是他这个一手提拔起来的那些将领啊 来掌管的 所以说军队啊 几乎是变成了他的这个私家军队 但是他也扛不住这种颜色革命的强大的攻势 17天的时间 就宣布下台 就被关到笼子里面 真是啊 真正的就是把它关在笼子里面 让他受审的 颜色革命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非常迅速的 也是相对的和平的 是民众付出代价最小的 这样的一条民主转型之路 那么 韦内瑞拉呢 我们希望 这次啊 他会成功 因为他的成功啊 也会影响到中国的未来的民主革命 但是他如果是反对派 实在是太不济 在这个操作上面 在操作水准上面呢 太差 最后没有成功 实际上也没有 也对我们呢 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大家记得啊 东欧的革命 是在东欧 这个当年的巨变呢 八九年的巨变 是在 这个中国的六四场案发生之后 不久 就开始了 这就说明了 他们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失败的地方 其他的国家 吸取了他的教训 他反而他能够成功 如果这次委内瑞拉失败了 但是呢 我们现在中国的民主派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要知道他们失败在什么地方 我们不能够重蹈他们的负责 所以对这一次委内瑞拉的革命呢 我们不要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外行看热闹 我们要抱着看门道的这种精神 要当内行 内行看门道 我们要研究他们 他们的方法策略在哪些方面出了问题 前面两个视频呢 我已经就这些讲过了 今天就继续来讲街头革命的造势的方法 维内瑞拉的这个反对派上一次集会的时候造势啊 是相当的不成功 确实不错 去了很多的人 这只能是说明了民意已经成熟了 只要那个反对派的领袖 那个团体发一个号召 大家就一起上街了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但是呢 上了街之后啊 你还要有一系列的动作 要把这个民意啊 要把它固定下来 要把这些上街的人群呢 纳入一个组织的系统 让它形成一个整体 这样的这个阵营呢 才会有力量 才会这个进退自如 才能够跟旧政权呢 进行政治上的对决 那今天 我们讲一讲街头造势啊 造势就是把这个街头聚集的这些人群呢 让它越来越大 让它呀 形成一个整体 让它呀 具有强烈的冲击力 战斗力 这就是街头造势 造势呢 一共分两大类 有八种方法 那我总结的有八种方法 那可能还有更多 希望大家呀 继续来开发 继续来研究 两大类是哪两大类呢 第一类呢 就是通过视觉效果来造势 第二个呢 是通过听觉效果来造势 那么 第一种视觉效果造势的方法 就是服装的造势法 大家知道啊 这个统治集团啊 这个专制统治独裁者 他们之所以能够统治老百姓 能够统治啊 那么多的人 他并不是完全依靠着暴力 而是 他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老百姓 他不能够团结起来 他是一盘散沙 他不能够集结成一个队伍 那么革命 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 把这一盘散沙的老百姓啊 迅速地 拉进一个团体 拉进一个队伍 拉进一个阵营 怎么样能达到这个效果呢 很简单 用统一的颜色 这就等于是军队啊 军队为什么要穿制服啊 就是让大家感觉到我们是一样的 那么一场颜色革命 要让这些啊 四分五裂的啊 政治政治派别 要让这个一盘散沙的民众 变成一个阵营的 那就是要让他们穿上制服 而我们又没有这个条件 来发一个统一的制服 那怎么办呢 就用统一颜色的这种服装 来代替制服 大家上街的时候 都穿着一个颜色的衣服 那么街上啊 就是形成了一个 很强大 非常强烈的一个视觉效果 给人心的那种震撼 对外界的那种冲击力 和对内的这种凝聚力 那就是非同小可 非同寻常 非常简单的一个办法 尤其是在像 拉丁美洲这种国家 天气都很热 大家只需要穿一个T恤 就可以了 而一件T恤呢 花不了几个钱 如果是这个国家 实在是穷到连T恤 大家都这个不能够啊 去就不能够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 买同一颜色的T恤的话 这也很简单 大家就用一个 同一颜色的一个布条 把它绑在头上面 或者是绑到肩膀上 这个胳膊上面 变成袖章 这样就可以了 同一的颜色非常重要 当一个人群 几万几十万的人群 大家都穿一个颜色的衣服 或者是继一个颜色的这种啊 这个头巾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视觉效果 它就会出来 就会形成强大的 这个这种冲击效果 那冲击力量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呢 就是旗帜造势法 一个队伍 无论你是武装革命的队伍 还是和平革命的队伍 都要有旗帜 旗帜是起到了一个啊 领队的作用 一个号令的作用 而这个旗帜呢 也表明我们是一个阵营的 那么这个旗帜的颜色 就一定要统一 那我们这次看起来呢 这个啊 从观察委内瑞拉的这个局势啊 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革命派没有用这个方法 没有用旗帜 也没有用服装 反革命啊 维护政权的这一方 反而把这些方法都用上了 马杜罗 他号召他的支持者 那这个 破船还有啊 这个三分钉啊 所以说他虽然是遭到了 很多民众的反对 他总是有一些铁杆的支持者 那些既得利益者来支持他的 那么马杜罗啊 他就把这些支持者运用的很好 他要他们呢 全部上街来支持他 而且呢 大家去了 基本上都是穿的 统一颜色的衣服 举着统一颜色的旗帜 他们这个旗帜呢 跟共产党的那个血旗 非常的像 也是用红色的 而革命派这边呢 反而是五颜六色 所以说这次啊 这个是非常啊 这个反差是非常强烈的 我们中国一定要 一定要不能发生这种情况 革命派啊 一定要有自己的统一的服装和旗帜 颜色一定要统一 反革命呢 他们用不要紧 那么我们正好 我们用不同颜色的 跟他们呢 形成一个壁垒分明的两个阵营 这样两个阵营的对决 让军队啊 再去选择 我们将来用什么样的旗帜呢 我上个视频里面啊 和以前的视频里面都推荐过 我建议大家 未来的革命都用蓝色 因为现在中共用的是红色 而我们用蓝色呢 第一个是代表啊 这个清洁的环境 清洁的天空 这个清洁的河流海洋 这个湖泊 这个 同时呢 它也代表清明的政治 蓝色是代表清天嘛 清天白日啊 这个是当年 这个民国的旗帜 那么我们不见得一定要用民国的旗帜 但是我们可以用那个蓝色 民国的那种蓝色 我们来回归那个正常的价值 第三个呢 就是啊 这个标语造诗法 一个运动啊 它一定有它的诉求 这些诉求啊 有一些是写在这个书里面的 是成型的这个政治理论 那有一些呢 是写在政治纲领里面的 它就把它简化成为一条一条的政治纲领 那么这些 你在街头运动当中啊 就很难运用得上 因为大家都在 在这个场合啊 你是不适合去读书的 也不适合啊 长篇大论的 去搞这些政治纲领的 那么怎么样呢 就要把它浓缩 浓缩成为标语 然后呢 在街上打出来 每一个运动进行的时候 让这些旁观者 让所有的媒体都知道 我们的诉求是什么 大家一看标语就知道了 打倒马杜罗 或者打倒习近平 将来我们中国的啊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诉求啊 挖解共产党 天灭中共 这也是我们的诉求啊 自由民主 这也是诉求啊 那养老 这个医疗 这个教育都要免费 这也是诉求啊 所有的政治上面的 经济方面的 文化方面的诉求 我们都提出来 把它转化为标语 在这样一个运动当中打出来 当然了标语 它还有一个 一定要有一个视觉效果的 这种冲击性 所以说不能仅仅是简单的 就这么写一下 要有一些 有这个艺术家才能的这些人啊 大家来设计 所以从现在开始 中国的反对派 中国的民主派 就应当开始设计这些标语 第四个造势的方法呢 就是象征符号 一个政治运动一定要设计 一至两个啊 这个象征符号 这个象征符号一出现 就代表了我们这个地方啊 这个队伍已经来过了 或者我这个地方有我们的队伍 这就像这个军队的 它有一个军队的旗子一样 这个象征符号 就代表我们的存在 军旗就代表我们的存在 人虽然不在这里了 但是视力影响力还在这里 我们在六年以前呢 就这个就推出了啊 向大家推荐了 有一款符号叫做全民导供符号 就是把这个共产党的供字 倒过来写 然后画一个圆圈 看起来啊 非常的醒目 而且书写起来非常的方便 这我相信 也是将来代表了 未来中国革命的 一种政治诉求的 所以希望大家运用 现在呢 这些中国的 现在这些群体性事件 大家都知道啊 来得快 去得也快 大家聚了以后 很快他们就调局人 调局这个周边的这些警察 武警来镇压 那么往往啊 老百姓如果不能够把这个 运动啊 继续扩大的话 很快就会被他们镇压掉 但是呢 人散了 这个气场还不能散 影响力啊 一定不能够啊 就这个完全消失 所以说一定要留下一些痕迹 那么我就建议大家 在游行的时候 大家就拿一个 喷漆的这种罐子 或者是毛笔 拿着油漆 到处去画这些符号 这些符号啊 在所有的啊 私营的 这个私有的啊 这些建筑啊 这些我们要尊重别人的 这个所有权 但是那些公共的建筑 这是属于人民的 大家可以在上面呢 图我们这个 想图的这些图案啊 表达我们的诉求 当一场几万人 几千人的运动过后 这个全程啊 都留下我们的痕迹 留下我们的诉求 留下我们的这个心声 那么这对中共的这个打击 是非常大的 这是让运动持续下去的 一个方法 所以用这四种方法 再通过视觉效果 就能够啊 把我们的这个声势啊 极大的加强 那么还有四种方法 是用听觉效果来造势的 第一种呢 就是歌声造势法 给大家再讲一个案例啊 就是1989年的时候啊 北京的一批大学生啊 要到天安门广场去集会 那么一下子呢 就聚了一万多人 那么这些人呢 因为是来自四面八方 各个不同的学校 大家相互之间都不认识 这个时候啊 怎么样才能够形成一个 集体能够统一行动呢 这时候啊 就有一个北大的 一位啊 这个师兄啊 叫做风崇德 他就开始啊唱国际歌 他这么一唱啊 周围的人 听见这个熟悉的曲调啊 一下子就跟着 这个唱和起来了 那么这个歌声 很快的就把这一万多人 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一个共同体 歌声呢 是非常容易迅速的调动人的情绪 激发人的这种 这个啊 精神状态的一种 很好的一个工具 所以唱歌 哪怕是一个人在家唱歌的时候 你就明显的能够感觉到 自己精神状态啊 就会啊 这个有一些变化 那对自己提高情绪啊 都会有帮助 如果是几千人 几万人 几十万人 一起唱歌 大家想象一下 那个声势啊 那真是不可抵挡啊 那种啊 对内的凝聚力 是非常强烈 对外面的冲击力 也是非常的强大 所以说歌声造势法 一定要运用好 第二个呢 这个运用听觉效果造势的方法 称之为啊 这个击鼓造势法 在古代的时候 行军打仗啊 都要带着一面鼓 让军队往前走的时候 就要击鼓啊 雷鼓进军 为什么呢 因为击鼓这个鼓声呢 他也有振奋人心的效果 有激励士气的效果 同时呢 他也能够调整大家的步伐 你想一想 几千人几千人几万人 甚至几十万人 大家一起采取一个行动 步调不一致怎么行呢 那怎么样呢 这么庞大的人群 步调一致呢 就是击鼓 鼓声敲的时候 那么大家就一起进 鼓声停的时候 大家就一起退 这个是啊 这个反对派的 这个革命的 这些领导者组织者 应当掌握的 这个一门造势的 这个技巧 第三个呢 就是啊 这个 敲锅造势法 敲锅造势法 是起源于南美洲的 这次委内瑞拉的革命当中 也有运用 1月22号 在首都 加拿加斯的 有一个区 那老百姓就自发的运用 这个敲锅造势法 当时的 那个 我在视频里面看了 声势还不小 但是很可惜的是 这个反对派的这些领导人 没有把这个方法呀 通令全国 让所有的反对派 都来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它有几个场合 可以用到的 第一个场合呢 就是反对派 被政权压制的 不敢上街的时候 在七八十年代 那个时候啊 他们当时的那个政权 那是更坏的 他们抓到了反对派之后啊 直接就枪杀掉 或者是拉到太平 用飞机运到太平洋上面 就推下去 人呢 这个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的 这种搞法 在整个拉丁美洲 当时军阀统治啊 就形成了 这个白色恐怖的 这种氛围 老百姓呢 这个敢怒不敢言 这个时候 民主派 他们没有放弃啊 他们在想 怎么样能够 让这个运动 持续下去呢 他们就想到了 这样就有了 这样天才的主义 说大家不用上街 上街就是为了 表达民意嘛 但是现在上街 风险太大 我们不上街了 怎么样表达民意呢 有人说 我们来敲锅 大家约定一个时间 把窗子一打开 一般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敲锅 整个城市啊 响声震天 一片锅声 这个时候啊 老百姓 反对派就知道 我们还是有民意基础的 我们还是新年新的 虽然呢 现在在行动上面 在街头行动上面 不可能大规模展开了 但是我们的抵抗运动 还在 这就是啊 把大家的这个阵营呢 再通过声音的方法 又联系在一起了 那第二个这个可以运用的条件呢 就是在街头运动可以展开的时候 但是呢 你有时候啊 不方便 或者是啊 不能够天天呢 去聚集 那么这个时候啊 过程造势法 这就是这个成本最低的啊 这个最容易实施的一种造势法 只要反对派阵营大家是能够有沟通的信息能够流传的 大家已经形成了这个敲锅造势的这样的一种默契的 那么只要那天没有啊 大规模的集会抗议 那么我们就用敲锅造势的方法来表达民意 这样就告诉这个旧政权了 任何时候我们都是跟你们对抗的 我们都是啊 对你们不满的 任何时候我们都是在向你们发起公事的 这就是敲锅造势法 它的一个好处 那么还有一种造势法呢 就是口号造势法 口号啊 就是用口语表达出来的标语 那每一个运动都要有一系列的口号 它甚至是比标语啊 要更多 更加灵活 大家记得在2011年的那个埃及茉莉花革命当中啊 口号那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后来呢 有人在网上面呢 跟他说收集了总结了一下 大概一共有啊 这个好几百种口号 那有一些呢 是攻击这个穆巴拉克的就这个旧政权的 有一些呢 是这个激励表达我们反对派的诉求的 那有一些呢 是这个比较活泼的 挖苦讽刺的 有一些呢 是表达愤怒的 各种风格的都有 那些口号啊 一出来起到了激励人心的作用 同时呢 它有政治上的攻击性 口号因为它传播的比较快 那么用这八种方法 它有三个原则啊 第一个呢 就是一定要规模要大 如果是你两个人就在那喊口号 那种啊 我们现在的有一些民主派的朋友啊 现在这阶段呢 就采取这种方法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呀 你现在方法 人少了就只会招致镇压 一定要想办法 要让这个民意啊 要让它动起来 让民意啊 得到广泛的这种民意支持的时候 我们的运动才能够成功 我们的这些策略才能用得上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啊 这个 形势要统一 颜色革命 你颜色 用颜色来造势 如果你是五颜六色的 那就颜色不统一 你就起不到造势的作用了 所以说一定要统一 你打旗帜的话 最好是整个反对派阵营啊 都是统一的旗帜 如果是要用颜色的话 最好是整个反对派的 这些这个集会啊 这个街头运动啊 都穿同一个颜色的衣服 歌声也是一样 一定要啊 几千人几万人啊 几十万人一起唱 这样才具有强大的冲击效果 形势要统一 第三个呢 是时间要持久 不能说搞一次就完了 给对方阵营发出一个信息 不把你们整垮 我们坚决不罢手 那么对方阵营里面的 有一些人就会感觉到 我们这么跟他们扛下去 扛不过 还不如啊 直接的就加入到对方的阵营 不如直接反割一击 把我们自己 这个过去啊 这位这个 独裁者 我们把它推翻了就算了 所以说一定要持续 形势要统一啊 规模要庞大 然后 时间要持久 这就是三个基本的原则 我们把这八种方法 这三个原则掌握了 我们就是专业的 街头革命的 这个组织者啊 啊 这个号召者 我们就是动员者 那么我们就是真正的革命家 那今天呢 我就讲到这里 期待明天的这个委内瑞拉的革命会出现巨大的进步 希望啊 委内瑞拉的革命能够迅速的成功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